一名女子把包包和飲料放在博愛座上 其他乘客想做卻被拒絕 雙方爆發口角 搬出憲法繼續嗆聲 女子依舊不把物品拿走 博愛座不給乘客做 反倒變成她的置物櫃 一個人就占用兩個位置 而且還是用來放東西 就連一旁民眾都快看不下去 我覺得管管還是會稍微比較不好 盡量是盡空留給需要使用的民眾 都已經設立博愛座 就已經是設給有需求的人做 大部分遇到有需要有幫助的人 其實都會主動讓座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於博愛座 我覺得本身沒有存在必要 事發在二十二號臺北高鐵站內 回到現場觀察 還是有部分乘客會把包包放博愛座 但其實現階段沒有相關法規 因此在博愛座上放東西沒有違法 無故用物品帳位觀感不佳 但也只能勸導 不愛座糾紛連環報 在除名或是重新定義的那天到來前 相關糾紛恐怕是會天天上演 三地新聞鎮詳人林玉均台北早報導 6密集上 1、6密集 2、8密集